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年轻时的情感经历更是让人震惊 张爱佳一岁时她的父亲嫁机坠山遇难 不久母亲改嫁 张爱佳跟着祖父母生活一直到上中学 之后她在母亲的安排下远赴美国求学 却因为染上不良习性被母亲勒令回家了 张爱佳回到台湾后在家寄宿学校念书 她剪寸头穿迷你裙把恋爱谈得风生水起 或许是因为从小缺乏父爱 张爱佳谈恋爱时有个特别癖好 就很喜欢年长的男士 而且特别没有安全感 稍有不如意 男朋友便像走马灯般换来换去 但改变她人生轨迹的男人却另有其人 在台湾学习期间 张爱佳不顾家人反对 辍学闯荡演艺圈 先是在电台后转到电视台 荧幕前刚一亮相 她的青春美丽就被香港导演罗维相中了 70年代的香港功夫片芳心未溢 导演罗维慧眼石珠 把从美国回来的李小龙捧成了佳和头牌 风头正盛 一言九鼎的她 这时又有心打造张爱佳 1972年 19岁的张爱佳 成为佳和公司力捧的新星 参与了电影龙虎金刚 一出道就是女主角 可是张爱佳没过多久 就因为思念台湾的男友 而和佳和解约 回到台湾 张爱佳回到台湾后 自以为在台湾影视圈混也差不了 然而那时正是二情二灵的时代 林青霞 林凤娇 郑红 张爱佳在老板眼里并不上镜 好不容易接到一部电影 又成了镜片 青春年少好光景 眼看事业上无所作为 张爱佳便抓紧时间谈起了恋爱 且恋爱对象更加多元化了 同年 张爱佳的演艺事业迎来曙光 导演丁善喜给了她一个大饼 邀请她主演电影《八百壮士》中的 女一号杨惠敏 合作对象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影帝 柯俊雄 张爱佳又惊又喜 马上按照剧本要求苦练游泳 当她快乐地游来游去时 晴空万里的天空 突然传出一声惊雷 原本由张爱佳饰演的角色 临时幻觉 改成了林青霞出演 导演丁善喜也逆不了局 她深感歉意 给张爱佳写了一封道歉信 又挽留她客串另一名 童子军的角色 张爱佳反正也没更好的选择 于是顾不上面子 只能接下这个角色 影片的光环都聚在林青霞身上 她凭此片 斩获亚太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收获了演艺生涯中的第一个影后 拍片时 如日仲天的柯俊雄 一开始并被正眼瞧小角色张爱佳 直到某天 她看了张爱佳的一场戏后 很有触动 1976年 33岁的刘家昌 拍了部新片《梅花》 女主角正是23岁的张爱佳 而这个时候 刘家昌的绯闻女主角也是张爱佳 《梅花》上映后 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张爱佳的光芒开始绽放 片缘自然多起来 同一年 琼瑶拉来秦翰和林凤娇 以及23岁的张爱佳 拍了爱情片《碧云天》 讲述二女共事一夫的故事 这时 张爱佳过往丰富多彩的情感经历 开始发挥功效 成为她最好的助角 拍起琼瑶巨来 角色情绪张力十足 电影上映后也获金马奖优秀剧情奖 饰演女二的张爱佳 也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亚太金皇冠盾牌奖 顿时备受瞩目 星途璀璨 这个时候 她的恋爱之旅也峰回路转 对才子的偏爱越来越明显 1977年 刘文正唱而优则演 主演电影《闪亮的日子》 还拉上张爱佳 一起讨论电影主题曲 争论之中 罗大佑出现了 此时的罗大佑 还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 客与搞搞创作 她手握音乐手术刀 辞取创作刀刀追心 当罗大佑把电影同名曲《闪亮的日子》 送到剧组时 众人惊叹不已 刘文正把她收录在新专辑中 很快红遍街头巷尾 这首歌开辟了 罗大佑的音乐《新天地》 盛名之下 妖歌如潮水 曲曲动人 张爱佳对她心动不已 罗大佑也对家人有益 可以为她创作了经典歌曲《童年》 之后她与罗大佑的感情升华 却戛然而止 但张爱佳的感情故事 却依然很精彩 同期走红的摇滚歌手高临峰 不仅在舞台上寄行四射 恋爱上也是火花四溅 这样的风流才子 撩中了张爱佳的春心 她感情表了白 高临峰也不含糊 当下表明立场 我爱邓丽君 爱胡惠中 对林青霞的痴迷到了极致 但是就是爱不上你 张爱佳求爱被拒吼 芳心破碎 觉得还是成熟稳重的男士更靠谱 于是情爱辗转中 又很快撞到了一位熟男怀里 时任美联社助感分社的社长刘又林 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后来离异 当她遇到小自己16岁的张爱佳时 以为只是谈个恋爱而已 结果张爱佳的恋父情节一升华 视她为真爱 还吵着要结婚 刘又林受过婚姻的伤 很是犯男 但又断不了这份情 只得负责到底了 1979年 26岁的张爱佳 不顾家人反对 披上婚纱 如愿成了42岁的刘又林的二婚妻子 只是 亲婚燕尔没多久 张爱佳就发现 结婚和恋爱完全是两码事 浪漫消逝后 接踵而来的 全是生活的柴米油盐 一地鸡毛 随后 张爱佳以拍戏为名 好几个月不回家 和刘又林也不联系 两人感情逐渐疏远 婚姻名存实亡 这大好的时光 不回家的张爱佳 正忙着搞事业 以及搞绯闻 张爱佳在成婚的第一年 就与资深电视人 梁淑仪等人 成立了笔高电影公司 挖掘出新近导演许安华 许安华更是提名 金像奖最佳导演 一出道就迎来了小巅峰 1981年 36岁的柯俊雄 自编自导自演电影 《我的爷爷》 他请了张爱佳领衔主演 凭此片 28岁的张爱佳 一举将金马影后收入囊中 也是这一年 助力张爱佳导演 之战的男人出现了 从美国回台的杨德昌 34岁 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 就马不停蹄地 扛起了摄像机 进入电视剧 11个女人的拍摄现场 从而 他以这部剧的监制张爱佳相识 连人很快深情对视 满眼都是粉色泡泡 当初张爱佳被刘又玲视为真爱 吵着要结婚 万万想不到 还会遇到更爱的 而且还爱得接二连三的 11个女人播出后 杨德昌才华备受瞩目 与张爱佳的绯闻 也传得满城风雨 大风大雨中 曾以与她恋人未满的罗大佑 也挤了近来 1983年 罗大佑创作歌曲《小妹》 歌词中唱道 小妹 让我将你轻轻地拥抱 双手要握紧 抗拒那流言的困扰 这句小妹 这是张爱佳的辱名 歌词中提到的流言困扰 正是因两人的绯闻 纷飞而引发的 练得这么张扬 那杨德昌呢 张爱佳多年后回忆起她 说 曾经有机会发展 但停止了 而这恰恰给了蔡琴机会 后来 她与杨德昌结了十年抗力 那刘又玲呢 她总不能一直揣着明白装糊涂 最终还是于1985年 与张爱佳结束了六年的婚姻 谈及这段过往 张爱佳自称 有愧于她 在与杨德昌深入交流中 张爱佳的导演之路 越走越通场 出任新一城台湾藩公司总监 推出爆款搭错车 还带火了苏瑞演唱的主题曲 《酒干堂麦无》 搭错车获得金马奖 十一项提名 四项大奖 一举为新一城打开了 台湾电影市场 然而功臣张爱佳 却以力挺台湾文艺片的方针 遭受冷遇 失忆之下 她辞去了总监之职 同期 张爱佳身上的音乐才华 被罗大佑进一步挖掘 但这段恋情的曝光 承受太多的流言蜚语 仅仅维持了一年 就无疾而终了 1985年 32岁的张爱佳 发行音乐专辑《忙与忙》 背后操刀人不再是罗大佑 而是另一位音乐才子李宗盛 李宗盛比张爱佳小五岁 当年还是小李 刚在乐坛展露头角 合作中 连敞开心扉 一种朦胧情愫 就渐渐冒了出来 不过 张爱佳在李宗盛面前 以姐姐自居 因为这一年 她再次遇上了真爱 香港富商王敬雄 在即是张爱佳时 已是有父之父 还育有梁子 但这并不能阻挡 新恋情的开花 或许是《真爱之恋》 给了张爱佳 更多的情感触角 她在文艺片上的创造力 越来越强 1986年 张爱佳自编自导自演的 影片《最爱》 包揽了金马奖九项提名 张爱佳本人获得金马奖 金像奖双料影后 影片的主题曲《恋曲1990》 和片尾曲《你的样子》 对由罗大佑操刀 她与张爱佳虽然不做恋人 但也很亲密 而张爱佳有了恋人 却和蒋孝武的关系 非同一般 后来 张爱佳却突然怀孕了 孩子父亲 正是有父之父王敬雄 1990年 37岁的张爱佳 顶着负面舆论 未婚产下义子 王敬雄细细想过之后 终于在张爱佳产子的第二年 和他组建了家庭 最终 情人众多的张爱佳 在王敬雄的港湾里 停留了下来 红尘纷扰 张爱佳与众人的爱情故事 欲说还修 他会在演唱会上 问起李宗盛 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也会在唱爱的代价时 说想起了已逝的杨德昌 感情之事 无论如何选 如何做 终究是不负此生太难 这也应了某句金玉良言 不到中年 不在红尘里穿行过 就不会明白 这其中的无奈与疯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